词曲 李宗盛 好 我们三个礼拜讲到三十章 那这个二十九、三十都是在谈这个智 智道 但是我们说了老子也都谈到的政治的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个假象 那其实他真的要谈的还是回到啊 不管你是从事哪个行业都要先回到呢 你作为一个人的这个根本的理主点 就回到道、就回到本性 那这个本性呢得要放下任何对于你后天经验的 自主 不要再错认后天的你追求的那些要地为自己 那才能够呢恢复心灵的明觉跟自由 然后再重新面对啊 你新的这个环境所面对的对象的时候 你才能够忠于自己做这个正确的抉择 但这个再这个回到生活 面对当下做正确的抉择 这个是儒家的课题 那道家呢就负责 你先把那个 误认任何外在条件 为我的那个心啊 先放下这些人为的招作 回到无为的自己 那回到无为的自己呢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问题 那你是政治领袖 你就去市政 你是商人 你就去买卖 你是学生 你就去从事学术研究 你是老师 你就去教书 但是呢 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 你就要回到你的自己 所以他对任何人啊 这个说 都是说这个唯一的道理 那么只是通过不同的这个人生经验 他举不同的例子 那么他 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说到三十项 如果你不能回到你的自己 你就会顺着你所 当所所作所为 所形成的惯性 那么望前问 也就导致你的失控 也就是明明已经是 是可该指的时候 你还是不支持 还是继续望前问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回到你的自己呢 一个检验就是 你在从事政治也罢 你都是会在你所做的事情的 当下的一个效益 已经达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听了什么 这个时候叫过 过而已 不以取强 你都会再继续 顺关心这个下去 那这样下去的结果呢 你就会被你说 你所执着的那个有限的现象 所拖累 那这个有限的现象条件 它总是有其幸福福 你执着它 当它呢 这个经历过最高的跑无限的点 它往下掉的时候 你也会被它拉下去 于是就导致人的失败 创伤 人的这个逐渐的 往这个衰亡的路上走 其实不是人的心会这样的衰亡 是你所做的事情 它比它有其有福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者分开 那是事情啊 有其有福 我的心是相拆 好 那这就是三十章 那么三十一章呢 其实也是承接的这个意思 谈到这个啊 用物之道 就是以自由自主没有执着占制的心 去应激去用你当下这个所处的情境中 涉及的各种啊物 也就是各种外在条件 你如何当机而用激过就就就就就放手 那都看你的 其实都是你心的清明 那么这边呢 在三十一章特别提出来一个叫做不得已 不得已 那么我们先来念一遍 那么这一章呢 有些麻烦 你看它那么长啊 其实里边呢 有一些话很可能不是老子里面闻 而是呢 那个读老子的人 这个读了以后的心得 就也许就把它写在那个旁边 那后来传操的人呢 这个没有搞清楚 把他一起操进去了 于是就变成是老子原文的一部分 但是你念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文具跟这个文艺啊 好像都有点不对劲 于是就有人叫他呢 把某些可疑的话呢跳出来 那像这种状况啊 这个最严重的还不是老子 是墨子 是墨子 因为当年啊 在这个春秋战功的时候 虽然这个卢、盗、墨是三大势力 那也曾经这个 这个 这个 盗跟这个墨 并想提并论 那孟子所谓天下之言 不归于阳 则归于墨 那么这些三家呢 其实他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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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中 右 墨家呢 墨家呢 其实是其境派 左派 这个 道家呢 其实是保守派 不且这么说了 就是右派 儒家呢 是中庸 你也晓得 中庸虽然是最合理的 可是呢 极端比较聪动 气阴人 所以孟子有这个感慨啊 天下之言啊 就是那种流行的言论 用现代话来讲说 网络上面啊 一发表就是 按赞数十万 都是那个 精锐的极端的话 这个极端有两个极端 一个是极右极左端 末 极右端 道 好 那么当时呢 孟子是用羊珠啊 来 来 来 代表 不归于羊 这归于末 这个羊是羊珠了 好 那么羊珠是 是道家一流的人 好 那至于那 那儒家呢 那去脸书 颇文 大概顶多 顶多是 两三百个啊 我的脸书 颇文最多最多 也只有四百多个 还没有超过五百个 人家那些一够就是几万 没办法 这个儒门淡夺 尤其是乱世啊 人很苦闷的时候呢 都希望有这个特效妙 那这个 儒家康云的古本 太慢啊 能等不及 可是这个两个极端啊 这个 王传山啊 有个这样的评论 他说 逃于羊者 就是 躲到道家 这两个极端啊 因为不中庸 其实都有某种 这个 逃避的心态 所以想要找个特效妙 想要找一个庇护所 想要找个避风港 那这个庇护所避风港 不一定是那个 一个现实的 物质性的 常常是心灵性的 就是某种思想 某种流行的观念 人就信奉它 其实呢 那种思想观念 它可以用语言文字构筑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里头有个不存在的理想物 天堂啊 彼岸啊 左派就逃避到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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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就逃避一个极端的这个理想啊 好像提出人的精神 而漠视现实 跟你所谓的理想的 这个无法拉近的差距 结果我常常就用你为理想批判现实 就构成这个焦虑着急的心啊 显出鲁莽的行动 动不动这是革命 激烈在改革 要推翻什么 那最后就是难免输出巴毕 结果把那个 还勉强可以过的那个社会呢 给他破坏 逃翻 这个 比较近的那个 这种大的这种激进潮流 就是哈拉伯尔村啊 是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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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莫里华革命啊 那结果呢 结果呢 那些所谓暴军被推翻了 隔大费啊 寒散啊什么啊 那 那 你有个比较好吗 后来啊 全部啊 都成为一个乱局 我 我以前又有过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评论啊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 这个新的革命方式 不是枪 枪杆子处政权 而是用群众击垮你 那就是现在网络时代啊 巨众很容易啊 可是那些群众是乌合之众 一下子很快 击垮了以后呢 没有任何一个 能够有足够人望的人啊 能够取而代之 成为新的领袖 没有啊 因为都是乌合之众啊 那以前呢 旧式的那种啊 新兵去革命啊 当然有不同的这个领袖啊 各用兵嘛 中间都经过战争杀戮啊 当然很惨烈 是没有错 可是呢 还有一个意义 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自然的出现新的领袖 他们是真刀真枪阵过来的 他们真正是 就是有策略 有见识 有真正的这种能力 他才能够摆平其他的 那你现在用这个网络 架上击垮了 谁是有能力的人 不知道啊 没有经过检验啊 所以呢 最后都是被 其他的那些什么军统 在旁边收割成果 那个比原来的那些 都产生还不如 所以呢 这个葛达在寒山地下有之 就是说 你们把我推翻 杀掉了 有必要好吗 那 那 就我看 看来啊 这个 这个最 最不幸的当然就是叙利亚 叙利亚成为现在 很可能会导致整个欧盟崩溃的一个因素 那个 这个伊斯兰国也是主要 是 是 是攻占了叙利亚的土地 那成为它的根据地 这个新型的这个空空 那 那这些 如果当年啊 这个很激愤的起来啊 要不要革命推翻的这个 的那些人 我不想到他们心头有没有后悔 早知 如是他们 都不要用这样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好 逃到一个 一个所谓的极端的理想性 这个场合很浪漫 浪漫的理想主义 意思就是说 那个理想是不能落实的 因为它是浪漫 没有可信性 好 那 传人家人说啊 逃于末者必归于阳 逃于阳者必归于末 好 逃于末就是哈基森啊 这个什么 这个台湾的太阳蛙 这个三年呢 炎消云散了 那么其实也是被某些政客收割了 这个乃至于那个 要追究当年包围依法院 这些共性行政院的被判刑的都是不知名的人 领袖们通通无罪了 什么 王国昌了 什么什么 宁禅佐了什么 还有一个为什么 这些知名的都通通无罪了 有这个都是楼 其实就是 其实是被所谓的领袖 林非凡 收割嘛 王国昌 就是主要的收割者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会不会事情过了以后呢 会有一些后悔 会有一些愧疚 会有一些失望 除了理想 原来也是骗人 那 所以呢 这边对于那个理想 一下子 其实这个浪漫的理想主义 这个浪漫 这个 有两种意思 一种就是 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什么 它是根本超理现实 那个 那个 爱情上的浪漫触动 没有这个含义 那个浪漫触动的 那个触动点 是同时在形上界 同时在现象界 但是 它是 形上界跟现象界呢 交接 的 一个点 它同时是个绝对的理想 就是 超越现实的形而上 但是同时呢 所有这种浪漫呢 都会呢 引动人的激情 而这些激情是属于 情怀下 它不是绝对永安的 它其实是有限 五分钟热度的 所以浪漫的理想主义 一方面是个理想主义 那是绝对的 其实没有可信性 但同时呢 它引动的那种 那种热情激情 产生那种革命的 那种冲动的那种动力 其实只有五分钟热度 这个热度过了以后呢 人都会从那种 那种绝对理想的高度 摔到尘埃 摔到尘埃 不管你是受伤的 疲倦的 失望的 什么等等 都觉得 就春梦一场 从革命者的浪漫理想主义 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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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人们的浪漫作动 如何讲 五分钟以后 这个美好的境界都没了 现实 融到面前来了 所以呢 这种灰心 受到这种现实有限的打击 这会像钟摆一样 当到另外一个阶段 算了 不要自己关心这些 政治很肝脏 对 好 就找了另外一个集团躲起来 一个叫清净土 不是激昂的那个理想吗 就是一个完全清净 不要再去烦恼 躲到那个地方去过日子 所以呢 这个陶于末者 这个被现实 这个击碎了他的理想以后呢 他就会躲到这边 好 好 陶于养着了 躲到这个末将 末将 末将这也是一个心灵的 一个清净的境界 可是这个清净的境界就是 越远离这个人间的纷扰 也远离了人间的那种 包括世界里面的情爱 躲到一个万古洪荒的地方 但很清净 久了以后就很寂寞 很孤单 这些隐私们都是土的 都是一个人的 因为找多一个人都是麻烦 原来所有的那个创伤 所有的麻烦都来自于人机关系 人的受伤都是人的机关系终受伤 所以那个恋爱失恋了很痛苦的时候 躲起来一个人 谁都不敢碰 因为一早必死了要顺利他朝生 躲到后来他跑了很静下来 可是一个孤单感 寂寞感涌现上来 这个千山鸟飞绝 满进人中密 绝密 只有一个孤中 说立翁 当然这个翁也是孤翁 独掉 很像雪的鱼都掉不到 是不是 这个是绝对的寂寞 人到后来也受不了 所以唐俊逸先生说 这个人是不能原意这个人群 空子很平白 鸟兽不可以同群 无非诗人之徒 而神余呢 你不要有洁癖 谢他们障 人间就是他们障 那事实上 如果你立心刚坚 这些障都不会把你染上 清者自清 作者自主 所以唐先生说 那些银士们 你看到一个人在圣山中 听到福音穷人 听到脚步声 都会有种喜悦 因为太久没有看到人了 当初他所有的创伤 都是人造成的 所以人是很奇怪的东西 全世界有 如果你有最爱的 那个一定是个人 如果你有最恨的 那一定是个人 那更多的是又爱又恨 复杂纠缠 是不是 所以到他极端极末的时候 受不了了 重归人世的时候 又会荡到这一边 对人间 对人间呢 有抱的另外一种 这种高的理想 为什么 因为必须要有这种高的理想 才能够呢 让他 能够放下那种 对人间的怀疑 那种怯懦 才敢再回到人间 如果人间 就是你原初 感觉那种肮脏 那你敢 离开身上 回到人间嘛 就像那个事变的人 有栽不谈恋爱 因为变得太深了 有到了时 人起过的时候 遇到一个 看起来还不错的人 觉得 他忍不得出来 可是你不怕 再受伤了 他因为说 这个人不一样 肯定是个好人 他不会爱我 我相信我的眼光 这样的原因是 他已经受不了了一个寂寞了 那传山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是逃 你的心态是逃的 这个问题 因为这两种都是虚幻 绝对的理想是个虚幻 绝对的清静也是个虚幻 人间的就是虚幻的肮脏 重要的是 这些肮脏对人生的意义来讲 其实是一个测试 是一个磨练 是一个考验 你能够通过这些考验 你就能够侮辱而不自得 理想要没有肮脏 你这回事 那个绝对的清静是没有肮脏 绝对理想也没有肮脏 所以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就是中白人的两边 他们一再的过如门而不入 明明这边有个正路有个大门 一再的当过去不入 所以两边白当 是不是 这个 所以我们讲无学的人 总没什么来听 好 好 好 那这个 我们看看这一张 前面两行 大家能够迫迫迫起来 应该是不违 扶为兵者 这个违 也可以像这样 扶为兵者 不祥之气 勿获勿之 勿有道者不出 君子居者贵着 用兵者贵右 尤其这两句 根本是后代的制度 在老子的时代 还没有这个制度 所以很明显 这叫后代加进去 所以这一几句呢 我们不要管它 我们不讲它 那真正的它的原文 应该是下面 兵者不祥之气 非君子之气 不得已而用之 天但伟善 圣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否乐杀人者 则不可得至于天下义 那么这个是 应该是这个部分 是老子愿问 下面这个部分呢 恐怕也还是 后人的心得 忽念这个意思 那写的旁边被吵进去 即是上左 凶是上右 偏将军居左 上将军居右 也以善你去助之 杀人之中 以哀悲弃之 战胜以善你助之 那么这个是 我们后人的心得 那这个恐怕不是老子愿问 所以呢 我们也不解释它 那我们就解释中间的 这个接着 前面三十章所谓的 以道左人左者 不以兵抢天下 因为世之所处 荆棘生业呢 这大军所是必有凶年啊 所以今天就解释说 因此呢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兵就是 就是 狭义来讲就是 所有的武器 这个兵则是不祥之气 这个兵则是不祥之气 那广义来讲呢 其实指的所有工具 所有的工具 工具 工具是干嘛呢 帮助我们呢 更方便 更有效 更快速 更简单 解决 就是 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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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螺丝 你要这样子把它转出来 很 很 很累 拿一个螺色气质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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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这个时候拿一个电动旗子 没有用手 用手转了后来也累了 用钉东西 噗 拔出来 以前我们钉钉子 用那个钉锤 现在根本是有那种气墙 一按砰 你用钉出来会敲弯 那个钉子敲到一半歪 弯去了 根本钉不进去 用那个气墙很精准 一开砰 就定力 所以这种工具就是力气 力也可以简单说就是方便 更方便的器具 那所有的器工具 你越发展的精良 也就是越方便 越有效 越锋利 越快速 所以这个 力气 所有工具都是力气 但是呢 所有的力气呢 它都有两面 两面刃啊 它可能当你了吗 也可能伤你 所以我们要用到夺利的器啊 其实我们要看我们生活中 用在什么地方 没有必要用到那么风 那么力的时候呢 就用钉一点的就好了 然后我们在厨房都有很多把刀 然后那个砍机的刀 那个是刚最好的 也比较重 一砍就断了 当然也缺有技术啦 我们看到这些卖烧鸡的 都是 砰砰砰砰的 结果我们已经很胆子了 一刀下去没有砍断 这一砍的时候又砍不到原来的那个 看到旁边 起刀下去 模糊 我就怪我们的刀不够好 其实那个剁刀 你在想 也不是常用 过 到我来讲 只有过年的时候有 因为过年 用一整只鸡嘛 去 去拜祖宗 要全鸡啊 那完了以后 董事要剁啊 还有呢 就切肉的刀 没有那么重 但是也要锋利 那切菜的刀呢 坦白说不要锋利 不需要那么锋利嘛 这个布达地也可以牵 它有个好处 不大容易伤手 太锋利了 一不小心碰到 就做做做有学 因为很锋利 那个 那个现代啊 广义的这个利器呢 包括所有的 比如说 汽车 火车 飞机 什么什么 当然 这个缩短了人的距离 那使他交通很变点快 可是你晓得现代人的这个伤亡 现代人的受伤啊 第一个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来自于速度 是速度造成人的伤亡 那速度越快的 出事的时候 那个伤亡就越严重 飞机 对不对 车祸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必要 也不一定要坐那么快的车 前几天看到报上说 人喜欢骑重机 其实台湾没有什么适合重机 又是跑车 在台湾买跑车实在是很无聊 因为没有地方去开 人家那个什么 外国 德国 上面告诉公路没有限述 美国 地广人行 台湾陆区则 你这跑是怎么 到哪去跑呢 重机也差不多 所以有人就跑到华汉连 通过述化公路或者是航湾公路 今天也看到报上说 统计 这个 这段时间里边的 重机出世的那个书名 这个 还蛮惊人的 那主要就是 它太重了 那个玩来玩去 幻念里有一个转弯 你临时的时候转不过去 因为它的那个重力加速度 使得你玩不过来 就倒了 或者是没有保持距离追冲 或者是各种的路况使你自摔 一个坑 小小一个坑就摔了 所以大家建议要起重机 一定要全身的保护 什么头盔 什么肘 手 膝 膝 什么 通通都要 是不是 力气都是这样子 力气 那第一个来自于速度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 现代人的那个麻烦呢 第二个来自于食物添加 食物的添加物 我们为了方便了大量生产 为了节省这个经费 就是集中生产再来供应 所以它就会有大量生产 这个长期保存 长度运输 于是这个防腐剂就是不可避免 而这个食物添加物啊 主要是防腐剂 就对身体有害啊 所以我们有现代生活的方便 同时带来现代生活的危机 那有些的确是方便 所以不要啊 过度的滥用方便 就果而已嘛 你不要去抢来 这个 因为这个医药的发达 使得人很多病都可以治了 甚至呢 都有人预念说 找到那个什么基因什么秘密 人都可以不死了 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事 如果人都不死了 这个地球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人还是应该要正视生命 本来就是有他的生死的循环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 被那个科技 医药干扰 使得死 死不掉 活 活不好 你要死都死不掉 就拖在那个地方 其实过得是一个痛苦 没有意义的生活 这也是啊 所谓的利器啊 它其实带来给我们的那些危机 后遗症 坏处 说不定啊 慢慢慢慢 比那个好处还要多 还有严重 所以呢 我们这个要想到 从这边来讲啊 不只是武器 所有的现在 我们一言以逼是个工业产品 所有的工业 工嘛 都要产生各种广义的工具 它本意是要来这个争议人生的幸福 但结果呢 它到后来造成人生的越来越多的麻烦 那现在造成人的生活有越来越多的麻烦的 最严重的这个广义的工具啊 这个是什么啊 那我看到有人说 手机 是吧 这个也没错 不过我觉得啊 正在来讲一个 真的是成为这个人生活以外 逐渐成为人生的主宰人 是钞票 就是金融啊 金融 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那个 以物易物当还不方便 但以物易物的时候呢 真的是你只会去交换啊 你必须用的物 但因为不方便 方便了钱 钱就可以储存 这个物很难储存 钱就可以储存 那当最初的钱呢 很笨重 然后什么贝壳啊 后来就铜钱啊 后来用白银啊 用黄金啊 后来发明了钞票 储存就方便多 最后发明这个无实体的金融 所以钱就只是一个数字 现在呢 渐渐的啊 连买卖都不用现钞 你现在还用卡 现在根本的手机呢 支付宝呢 连卡都不要了 于是呢 那个钱就可以 大量的这个赚取 然后储存 那于是这些钱呢 完全呢 没有真的参与我们的生活 去促进我们生活的幸福 钱变成是另外一个世界 叫金融世界 那有人在这个金融世界里头啊 所弄翻江倒海 就影响所有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说啊 现代啊 资本主义体系里边啊 什么是这个世界的核心 就是金融 我以前曾经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 从人文角度啊 看金融风暴 你说原来呢 当时我有一个那个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啊 叫科鲁曼 那个金融学家 他在专栏上有收购说 他说啊 那种传统那种啊 很乏味的老银行 就已经完全足够解决了 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金钱事物了 但是出现了这个叫超级银行 超级银行用台湾的概念来讲呢 第一就是这个金控东西 它不做传统那种放款啊 这个收取存款 这个都是传统老银行的那种 他们是买卖很多的金融产品 另外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证券公司 超级银行主要是这两种 它完全就是在这里做金钱游戏 好 原来呢 根本是人生是核心 人嘛 就是人的生活嘛 人是核心 人的生活是个核心 那人的生活 它当然要吃饭 可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是吃饱饭以后 人的精神 感情 人的意义 价值 尊严的需求 可以得到满足 人的自由和人缘之间的爱 可以得到的充分的实现 好 那这边有个前提 你要先得吃饱饭 所以要先解决这个生存问题 那为了要解决这个生存问题呢 于是人有了经济生活 就是生产 你有 不管是务农 还是宠商 还是做工 你要总是一些生产经济活动 才能够呢 养活自己的心虚 等你吃饱饭了 才有精神生活可言 所以为了人的生活 主要是精神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支撑 就是经济生活 所以应该是这样吧 人 人生在中间 为了要支撑人生 真正的人生 我们缺了个外围 就是经济活动 来支撑我们的人生 当然这个经济在以前很束缚的时候 那个赚钱很慢 一个人可能终身 劳苦 紧密 看温暴 就没有这个余地 余地去过精神生活 女人更加是 光是做家事 带孩子 风风突破 一辈子就过去了 所以以前呢 女人就被呢 排在后面 都停留在生产线上 男人啊 比较自由 男人里边也只有十分之一 可以放下这种啊 谋生的重担 可以去有自由 有余地去过文化生活 精神生活 所以已经是那个金字塔的 尖端的贵族才能过缘的生活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经济啊 够够理想 所以我们要扩大一个经济规模 扩大经济规模欠不够啊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呢 需要有金融活动 素朴的金融活动就是起个会 标个会 就要了钱了 做本金可以做生意 或者就跟亲友借钱 这个是很素朴的 那慢慢的时候呢 就有了所谓的传统的 那种老银行 你都可以在那边去贷款 做生意 那你的经济规模比较大了 你就可以那个收益 经济活动比较 能够有更多的利润 对不对 好 所以为了支撑我们的经济生活 经济活动 我们有了金融活动 金融是这样 金钱的流动 融就是那个流动 系统性的流动 对不对 所以金融应该在最外围 它支撑我们的经济 经济支撑了我们的人生 这就是合理的 但是渐渐 我们这个本末颠倒 我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简单借钱 来从事经验活动来赚钱 实在太慢了 用钱赚钱才快 那用金融支持经济还是通过经济的生产活动去赚钱 它只不过是给你点方便 给你一些方便 要你存钱 不用那么久 你一下子可以拿到一笔钱 马上就可以比较大的 这个威武的经济活动 而后来人一聪明 用人力去赚钱太慢 用钱赚钱才快 用人力去赚钱太笨了 用钱赚钱才聪明 于是开始不是用金融来支持金融成为一个独立的活动 当成为独立的活动的时候 越赚越快 越赚越多 于是金融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中心 那它的维基 这个力气 最大的力气就是金融 有钱能使鬼推磨 那这个金融到后来它就会反过来拖垮了经济 所以我们看着有很多的那个传统的老企业 本业其实都是很有口碑的 都很好的 我发现今天怎么就倒了 原因都是他们去嫌这样子老老实实赚钱太慢 他们就开始多角经营 成立了这个金融操作部门 用那些金融杠杆 于是就用五万块做五十万的生意 用五万块做五百万的生意 最后干绝不做生意 就用五万块去赚五十万 五百万 那去从今天有提供了去赚各种的差 汇差 利差 五差 这个有人那个银行升息一趴 立刻从那边把钱都提出来 存在那个银行 那也不嫌烦的 就是赚那个利差 还有汇差 就是操作 外汇买卖 这个 我到大陆去上课 过敏赚了一些人民币 我回来 去银行去换成台地 刚刚我一个中央大学学生 就在我们家附近的那边 说老师 你家里还有人民币吗 赶快拿来 我告诉你人民币昌越来看是越来越比 有了 赶快拿来换换多一点 最初一比五 现在是一比多少 已经四点三了 一比五 一块人民币换五块新台币 永远 大概永远都不可能 于是人就会很注意 买股票走软线 那本身就成为一个赌场 那本身就成为一个赌场 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能够拿明天的报纸 买今天的股票 那会多好啊 因为你说我们永远都 要明天才能看到明天的报纸 你能不能有那个嗅觉 像那个孔子的学生子宫叫这个修觉 孔子说 是不受命而获值焉 获值就是用钱赚钱的意思 获就是货币嘛 值就是增值嘛 值利这个值啊 获值就是用钱赚钱 他说 他去做生意啊 义者与众 每次的预料度者 所以他在今天一定是股票大国 在这个地方只有什么 只有现有的金钱在交还 没有生产 金融或金钱游戏就是没有任何生产 他只有现有的金钱做一个转手 那最后就转到谁的手上 就是大货的手上 很多国际的那些金融大鳄 全世界各个市场来看 台湾有机会就来把台湾当器替换机 吵着一下子就走了 于是那些散户啊 就是辛辛苦苦啊 赚钱 存钱 存到后呢 觉得这个有多慢啊 去买股票比较快 结果呢 一下子被断头 一下子觉得很不贵 然后又回来 老老实在去上诞 再去存钱 存到一阵子又心不辞 想再来 最后说这些散户 广大的散户的钱 终终会流到那些 那些金融巨额的手上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这些钱啊 就变成跟人生完全无关的 在人生活以外的 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 那个是我们的澎淮南最痛恨的东西 这个国际热钱 热钱就流来流去 到处去那边搜换 掠夺 而所有人都被他吸进去了 于是呢 过度的金融活动啊 拖垮了经济活动 人都不去工作了 连那些很殷实的系列呢 都成立那个金融操作部门 最后呢 在这边垮了以后呢 把他本业拖垮 倒闭 我们有什么 什么卫权啊什么的 那不是也蛮好的 后来就被卫家收购了 好 然后经济活动呢 过度的这个热 把人生拖垮了 不断赚钱 赚钱 赚钱 当然很笨的人 这个聪明的人 就是笨的人 笨的人还是朝天看 不断发生意结果呢 没有真正的人生 于是呢 颠倒过来 金融在中间 经济活动在旁边 人生在最后外 人 人 所有的人变成 一个奴役 变成金钱的奴役 金融成为中心 就是一个黑洞 把所有的都洗到一边去 连光都炒不了 剩下就是无边的黑暗 那这个怎么说 当年人发明金钱本来是好 好事啊 最后 全球智能主义体系的一个邪恶 就是他直接把金钱 当作人生的终极理想 终极的价值 其实是很虚无的 金钱根本不是个东西 金钱不占有失控 到现在无实体金融 我们就更明白 金钱只是电脑一边的一个数字 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 资讯系统里头 转达转去 转达转去 但是呢 它是一对人生 形成莫大的这个危害 所以我觉得啊 要拯救这个全球人 别进入金融这个 漩涡啊 黑洞吸进去的危机 也许吧 哪间全球的那个金融体系 总崩溃 总崩溃有什么好处 所有热欠 花为乌勇 所有欠的在这都不用还 一些从头来过吧 反正你家里存的有一点点食物 比较管用 你的那个账列数字再多就没有 因为嘛 一散就完全不坏 没有 好 那我们就 现在这边说 冰者不祥之期 我们就说所有的工具 当然 我们也要强调 它是对人生可以产生很多的方便的帮助 但同时不要忘记 它会同样带来更严重的 这个后遗症可能的灾难 那从这个可能的更大的灾难来讲 算是不祥的 不祥的 那老子在这边是 在那个时代已经看到了 这种人为的工具的可能后遗症 提出这个警告 它其实也是不祥的 非君子之期啊 好 这个君子之期应该怎么样理解 这就是 君子之期 君子就是设法犯以后 去从事人生意义价值尊严的理想的实现的一种分分 君子就是求道的嘛 求什么道 就是意义价值尊严的实现之道 好 那非君子的道呢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说 它其实跟人生的意义价值尊严 这种理想的实现是无关的 无关的 它所有的方便都只是生活现实事物的方便 它完全跟价值无关 但方便以后呢 它有个间接的跟价值无关 方便以后人才能够呢 很快速处理完它的生存的问题以后呢 它会控制它的时间 精神 心力 从事要对的价值的创造 可是这些地气的本身与价值无关 无关 所以不得已而用 不得已 就是说 我们的人心无法去照顾的 就是我们的心虚存活的问题 所有这个心虚肉身的存活 都需要向外去求 都需要外求 以前就聋人靠老天爷吃饭 我们现在要靠老板赐薪水 不得已 所以不得已才用 也就是说 跟真正的人生无关的 只是呢 我们真正的人生的美好的生活呢 有个前提 需要解决我们的情绪肉身的存活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点经济活动 那用现代话来讲说 我们总得要去上班 上班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善者果而已 赚到足够生活的钱以后 就应该不要赚 这个我在很多年前看到那个 坐个自然之后看到他在前面 发一个那个小计算机 下次付他钱 他要按一下 我说这是干嘛 他说他把刚才收到的钱 按进去 他设定一天赚多少钱 赚到那个数字了就回家了 他说那是够的 他不用赚更多的 赚到这边他就回家了 回家过真正的人的生活 现在是近人生的基本义务 他得要赚到这么多钱 他才能够维持他的生活 能维持就好了 人真的是有碗饭吃就可以了 你说那总有点这个意外 这个有点这个存钱才有安全感 也没错 那要存多少钱 你会有安全感 十万行不行 十万一下就没了 那要存多少 一百万 没有的时候就是一百万差不多 真的一百万的时候 你有时候想想 什么生了病开个道 也许一百万就没了 房子变火烧了 那有多少代够 我告诉你再多都不够 既然再多都不够算了 就不要那么计较 就有了二十万可以周转周转就行了 其他呢 还不如信赖这个社会以后的 集体安全集聚 不过最近小英那个什么什么念禁啊 近公交人员 或什么 那个信赖原则被破坏 所以他们比如说信念上面过不去啊 因为你至少手段太粗暴了 这个社会的安 能够安稳的运转很重要的点是 基于信赖 互相信赖 这要慢慢培养 破坏了以后呢 要重新再 会培养回来 是要花很多杯的精神 不要随便破坏 那其实人都靠着信任而活在人群之中 如果人人都在怀疑 其实人一天都过不下去 如果你都那么样的怀疑的时候 对不对 那于是呢我们就 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不得已才用的 够用就好了 够用就好了 那对于这些解释啊 我们都是加进了现代生活经营 一种现代的语言 所以我们说 冰者不想自己 所有工具 他随着他的方便而带来的 可能的复作用 那个不祥的复作用 这个所以不祥的复作用呢 是因为他跟价值无关 无限于赚钱 你也不把他当的是人生价值 你不把他当人生价值 他就成为不祥之气 因为他就成为恶心 我们要明白君子之气 就是说有助于人去实现 他的人生理想 意义价值尊严 还是君子之气 至你作业比较是 赚钱不是 导师以德其之以理才是 导师以正其之以行不是 是不是 什么叫不得已而用之 用的时候呢 适可而止 天淡为善 所谓天淡就是说 不要过度热衷 对于所有这些赚钱的 的事情 适可而止 过而以 不要太热衷 太热衷呢 他们不祥就会出现 好 好 我们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好